在一起铸就了现在的我们讲的中外文化的一种交融和融合 但是在欧洲的历史上真正进行大航海时代有纪念意义的 甚至有突破意义的不得不说一个意大利人 他来自于意大利南部的日耐亚人 他的名字叫做哥伦布有没有听过 你们来到欧洲一定要了解一下大航海时代 一定在这几天过程当中我会不断地跟你们讲一些内容 你们想了解的问题 我们现在要去吃我们的中午饭了 我们已经到了威尼斯 现在我们跟着导游就到了这边准备要上船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会一起游览黄金运河 威尼斯最出名的一条水路 两边都有很多的古建筑 那么现在我们就在这一边准备上船咯 开船咯 哇 看到这个老师的那个船 我们现在已经在船上了 现在我们要开船 我们看一下在我的365度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已经是在这个正在往威尼斯的船上 现在已经开船了 我们现在是在船上腹 我们下船 顶着 我们现在已经在船上了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我身后的呢 就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水城威尼斯 那么在意大利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小镇 威尼斯小镇它的面积只有400多平方米 然后人口呢也就只有26万的人口 那么今天呢就带着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意大利水城威尼斯 水城威尼斯我们已经到了 刚刚下船 哇人山人海真的是就像导游说的一样 这里的人真的是超级多 好多好多的旅行团哦 这个建筑物好像似曾相识 哇好漂亮的教堂 这些建筑物真的好漂亮哦 哇好漂亮 哇好漂亮 这个是马可的黄金大教堂 也是这里的第一大教堂 500多年的历史 五百多年的历史 那看我在里面看那个厂 马布的历史 马布的历史 那我们终于到了这个非常著名的 威尼斯最大的王场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宋马可王场 那么现在在我身后的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最大最大的大教堂 叫做宋马可王金大教堂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带着大家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一圈 这一圈呢 就是拿破仑当年 征服威尼斯的时候办公的地方 是不是特别的高大上 我们整个这个广场 都是他之前办公的地方 那么当时拿破仑征服威尼斯的时候 然后想象一下那时候 就已经是这么繁华了 这广场真的是很大很大 而且呢 我还发现到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景色 就是大家看到地上的这一滩水 哇我们就可以拍到非常漂亮的 这个圣马可大教堂的这个道理 太美了 这里就是威尼斯的圣马可大广场 那么在我后面的这个呢 就是非常出名的黄金大教堂 是威尼斯最大的大教堂 那么接下来呢 让大家带着大家环绕一下这个广场 365度看到每一个细节 帽子飞了 这个地方呢 是当年马可波罗中国威尼斯的时候 的办公地里 哇非常非常 风好大 好多人排队哦 还有这个黄金大教堂的圈 好多人排队哦 要进去教堂里面 美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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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